因为我个人跟你们公司就是 算是你们的前辈 其实还算是比较熟悉的 然后对于公司整个训练的这个模式 稍微也有一些了解 我也知道其实你们训练的时候 大概有多辛苦 那其实你们每个人大概训练 都训练了多长时间 就才正式的出道 我个人四年时间 对 四年也不短了 对 好 待会再跟你聊心酸事 因为每个人聊到这段都会哭 累你训练了多长时间 四年 你也四年 对 我还好 一年半 你是短的 一年半算是很短的了 三年半 这个你会说中文 我也挺好 我一年 一年 对 OK 11个月就是很短 一年其实也很短 四年 这四年当中是不是也很辛苦 有 有辛苦的时候 对 也有开心的时候 对 辛苦的时候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基本上都是要在不停地唱 上午唱歌 下午跳舞 就永远在过这样的生活 比起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训练 其实更辛苦的是 因为毕竟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说并不是那么的辛苦 主要是跟家人不在一起 其实不要想家 有时候 但是工作第一 韩国经济公司的练习生制度 向来已严格著称 每个练习生在进入公司之前 都要经过外貌 唱功和舞蹈等方面的筛选 通过选拔后 则开始接受公司安排的各项培训 培训时间也是因人而异 比如与韩国人气偶像组合 东方神奇成员 这一秀就经历了 长达七年的训练时间 当然也有不少练习生 无法获得出道机会 所以歌手们的竞争 其实早在练习时期 就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两个问题 是一定会在意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辛苦训练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究竟什么时候能出道 或者说我还能不能出道 这是每天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想如果说今天坐在这边的话 其实已经是过来人了 所以很多话也是可以说的 心里当时有这样的担忧跟隐忧吗 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只要努力过 不让自己后悔就行了 有想家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 对 在韩国吃东西 是不是也是一件挺崩溃的事情 吃吃就习惯 后边那个一看就是爱吃肉的 你那个时候 有没有觉得牛肉比较贵啊 我第一次到韩国以后 才发现原来牛肉都卖这么贵 但还好了 其实平常点饭的话 都是给一个菜谱 我自己喜欢吃什么可以去点的 你想吃爸妈菜的时候怎么办 会给他们打电话吗 我只能打电话 诉苦了 你也训练了挺长时间的 也不算长 刚刚说一年半的时间 当时是怎么选出道 怎么选被进SM的 当时正在韩国的 岩石大学读语言的时候 有一天跟朋友去那个 民洞逛街的时候 又是这么老土的剧情 你也是逛街的时候被抓住的吗 对 你们公司怎么一天到有 那么多人在逛街啊 他们总是能够在逛街的时候 发现各种各样的人 因为之前周密是在广州逛街的时候 被挖到的吧 好像是 对对 所以其实你们在当时 就是有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 你心里是在想什么 有犹豫吗 没有犹豫 立刻就 立刻就说同意 因为接到这个 他们的要求的话 其实只是需要去选秀而已 就是他们觉得你的 看样子还不错 想看你的实力怎么样 嗯